我身上没什么态机 你还这么态机 我别瞎说你 你还说是吧 就你那肚子眼下面有个刺你知不知道 不要来出来看看 来出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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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看看 一个面子 真精病 真精病 这么坡呀 注意看视频中 一女子当众暴打一男子 情急之下还把男子的假发给扒拉了下来 一旁高大的主持人赵川 居然拉不住两人干假 这究竟是什么仇什么怨 要在公众场合大打出手呢 大家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 祝您平安喜乐好运连连 来年一定发大财 首先从女孩这边了解一下 为什么来到节目组 我是来找未婚夫的 你未婚夫怎么了 我联系不上他 原来视频中暴打男子的女孩 来自重庆今年32岁 她是来找她的33岁未婚夫小镇 因为男子已经消失很久了 女子一直联系不是她 所以找到节目组帮忙 那这两人究竟有着怎么样的情感纠葛呢 为什么女孩会暴打男子 男子又为什么会消失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两人一上台 赵川主持人就迫不及待问道 不是重庆人吧 香港人吧 这是给自己做了个保护是吧 看男生这个穿着 戴着墨镜一身花衣服 看着像个混混似的 接着主持人核实到几个信息 也未从女生口中说出 女子一直照顾男子的父母 直到把两老人去世送走了 这是事情的真相了 接着赵川问到男子 你父母现在健在吗 健在 那你干嘛跟我们说 你把两位老人送走了 他跑了呢 因为我联系不上他 他不接我电话 你联系不上他 你就公然在电视屏幕上 就说这个男人 我不这样他不出来呀 我见不着他 真没想到这个女人 实在诅咒男生的父母不在了 其目的就是逼迫男子现身 女子模棱良可解释的 确实也是照顾着男子的父母 但男子消失不见 女子心中焦躁不安 才想出这个方法来的 试问哪个男人受得了 一恶搞女人这样 诅咒自己的父母的 赵川都快看不下去了 差点就骂出声来了 最后由于主持人的专业素养 踏了一口气 问到两人是怎么 认识走在一起的 原来两个人是十多年前的校友 男子比女子大两届 在学校都是见过面的 女孩上完高中就辍学了 直接去广州打工了 还在广东嫁给了一个男人 现在应该可以说是潜伏了 好景不常遇到丈夫有外遇 两人争吵不断 一气之下的女子小家 就回到了重庆 没想到在下了火车站的时候 遇见了多年不见的校友小凳 就是眼前的男子 两人互相留了电话 接着赵川问到女孩 和前夫离婚是多久的事情 原来如此女生刚开始 并没有想着跟前夫离婚 但自从遇到了小邓之后 小邓对小霞很关心 对他也很照顾 他重新对爱情燃起了希望 慢慢的和小邓建立起了 男女之间的关系 两人接着聊到小邓父母生病的时候 两人再次发生了争吵 男子表示女孩都是在撒谎欺骗 而女子却表示男子的父母 确实有高血压糖尿病 并且都是他一把屎一把尿 伺候老人一年时间 而女子也是把姥姥爷子当公公一样照顾 这是早就想和这个男生在一起走向婚姻了 但接下来男生的暴露 让全场不淡定了 两人都是公说公有礼婆 说破有礼 连赵川都分不清楚谁讲的是实话 这必须把名侦探叫过来侦查一下才行 男子在赵川的危言下 把墨镜摘了下来 挑护不定的眼神 说明了他肯定也在说话 或者是在隐瞒着什么 接着赵川再次当起了名侦探问到女孩 从两人争吵中足以看出 男生是不承认和女人发生关系 而女孩可以肯定的说出来 在他家照顾老人的时候 两人肯定是暧昧关系 或许只是男子只想玩玩而已 欺骗女子给家里当牛做马 照顾老人 也为现在男子的父母病情正在恢复中 这肯定少不了 女子细心的照料 男子这是想泄沫杀驴啊 男子解释到本来是想着 往男女朋友这方面发展的 但是男子受不了女子的脾气 还有和前夫藕断丝连的关系 男子的说法也是一面之词 接着赵川问到男子 三千块钱是给男子 父母看病和吃喝拉撒的费用 根本不是给女孩的工资 而且三千块钱 在前几年并不算多 看病吃药生活用品 加起来勉强能够支撑 接着女子解释道 男子死不承认跟女孩发生了关系 但在女孩口中得知 这却是事实 只有一个人喜欢这个男人 才会选择照顾他的家人 并且长达一年之久 还没有工资 这但凡有点良知的人 也不会这样对一个女子 接着赵川问到 女孩来此的目的是什么 女子就想要男生一个说法 男子却说给了三千块钱 就是包含女子工资了 说你还爱干嘛干嘛去 也不承认女子是他的女朋友 女子可不愿意就这么放过男子 接着赵川跟男生说道 赵川问到在场的女嘉宾老师 她也是四川重庆的 她说男生给的三千块钱工资 是市场价格的行情 但是这三千只是照顾一位老人的价格 照顾两人的价格去到四到五千 还不包括在父母身上的花销钱 前面给到女子的三千块钱 是给父母的钱 并不是工资 接着赵川得出了最终的价格 女子表示自己不要这六万块钱 她不是去他们家做保姆的 就向男子给的一个感情上的交代 面对女子拿出的种种证据 男子显得很不耐烦 反正就是不想跟女子成为男女朋友关系 因为男子没有结过婚 而女子却是离异的 或许男子从一开始就是只是想跟女孩玩而已 这就是妥妥的渣男行为 没想到女子刚出狼卧 又进入了一个虎穴 面对前夫的背叛 她已经遍体离伤 如今眼前的男子 又对她不相负责 两人对是不是男女朋友关系 争持不下 接着女子用一个举动 证明了两人真正的关系 这个举动惊呆了全场嘉宾 和观众们的下巴 若不是女子付出了真心 被男子伤得这么疼 怎么会在大庭广众之下 对男子大打出手呢 看来这男子真的心里有鬼 假发和墨镜都是他伪装起来的形象 谁说的是真话一目了然 男子被女子突如其来的一目吓跑了 而他自己却在舞台上哭得撕心裂肺 也许是把和前夫背叛他的委屈 一起哭了出来 赵川面对这种问题 只好把他丢给嘉宾老师来解决了 首先点评的是张光北老师 原本以为吕布已经天下无敌了 没想到这男生的行为 更加让人气愤 楚云飞老师直接就说 这样的男生没必要 让工作人员请上舞台了 因为他不配 赵川看到这一幕心情 也是五味杂陈 看到女孩哭得撕心裂肺 只好让女孩掀下去 缓缓情绪 接着是陆琪老师的犀利点评 一个女人在极度缺爱的时候 遇到一个花言巧语的男子 骗他去照顾老人一年 中间还发生了不想承认的关系 然后这个男生吃干魔镜 就想撒手不管 也怪女子太容易把自己给了别人 前面结婚的时候 没看清前夫是什么样 现在还是一样没有睁大眼睛 这个男人肯定 在外面也是寻花问柳的渣男 眼前这个女孩连被胎都算不上 刚才撕扯男子的假发 似乎不是为了看男子的衣服 而是想让大家伙看看他的真面目 俗话说兔子急了也会咬人 不要轻易得罪一个女人 接着是陆琪老师一番话 陆琪老师说到这个男生 无情无义又无耻还是一个白眼狼 什么样的女孩会被这种男人拿捏呢 缺爱还很着急把自己 找到一个婚姻归宿的 这些女孩要敲响警钟 很容易就着了这些男人的道 女孩别那么着急奉献自己 只有女孩独立了不靠任何人的情况下 再去寻找真正的爱情 那时候也许不会 那么容易被蒙蔽双眼 接着是陆琪老师一针见血的点评 图雷老师言此犀利 不留一地 本来就很绝望的女生 突然之间偶遇笑语 相见恨晚一无童年 本来还想谈婚论嫁 没想到后面混到一个保姆 并且还是没钱的保姆 接着图雷老师说道 图雷老师说得太对了 所以的骗术都源自被骗者 贪婪或者贪小便宜 一个同学十几年的变化 人都不了解就一头扎进去 不骗这种傻女人骗谁呢 最后赵川和图雷老师提醒大家 在情感当中 一级吃 二级摊 犯了这两天 刚才的情感 不光是像这样的东西 其实在生活当中 对于处男女朋友来说 要尽见女孩一点 当初给的有多么贱 今后做的就有多么苦 这个故事到这里结束了 你有没有得到什么启发 希望引以为戒 女人们尤其是女孩 学会自尊自爱 看清楚了解一个男人之后 再跟他交往 不要被骗了还帮人家数钱 在爱情当中 要学会适当的给予 而不是贵着给 不是所有的付出 都能得到你想要的回报 需要加一个前提 看人在下定义 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下期再见